尘埃落定 哈德逊也加入了领地确权手续的办理队伍中 这回皮尔斯伯爵确实干了件好事 直接将总督府办事窗口放在了达迪尔城 不需要百里迢迢的赶往被打 登记完成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期 哈德逊属于王国贵族 可不是某个大贵族的家臣 按照王国的规矩 王国贵族册封 必须要得到国王的批准才能够奏效 确切地说 还要得到国王的亲自册封才算一名真正的贵族 阿尔法王国地域广阔 国内二十多个行省加在一起 总面积足有数百万平方公里 人口也高达数千万 这么庞大的王国 贵族更替几乎每天都在发声 要是每次更替都要国王册封 那么凯撒三世啥也不用干 天天举行贵族册封仪式就行了 为了方便 王国贵族册封仪式五年举行一次 到时候所有需要接受册封的贵族都会抵达王都 一起接受国王的正式册封 在此之前的爵位继承 册封同样有效 只不过在未走完程序之前 缺少了贵族的部分权益 比如说 在贵族议会中只有旁听 建议的权利 不具备提案权和表决权 这些都是小问题 对哈德逊而言 无论是在议会中提案 又或者是表决 都距离他很远 看东南行省贵族议会就知道 表决这么神圣的事情 居然在总督举办的宴会上举行 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多水 收拾完行囊 正准备带着部队去领地 雷德曼男爵突然拿来了一张弓 这是我从一位老朋友那边换来的 据说是精灵一族的专属弓箭 虽然没有赋予魔法装置 但威力也不是普通弓箭能够比的 在普通人手中 纯粹就是浪费 哈德逊去试试吧 希望他在手中能够释放出真正的威力 雷德曼男爵略显欣喜地说道 如果不是在和老友交谈中无意间提起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就是生明确起的神功启示 即便是到了现在 他依旧感觉在做梦 毕竟 哈德逊的天赋怎么样 他这个做父亲的再了解不过了 可事实胜于雄辩 当周围的人都开始这么说 雷德曼男爵也只能理解为这事哈德逊在故意藏桌 毕竟 哈德逊身上传奇的事情太多了 明明出发前就带着500农奴兵 大家偏偏说是500精锐 解释也没有用 人家不仅列举了战绩进行佐证 还信誓旦旦的保证是亲眼看到过他们作战 搞得雷德曼男爵都有些怀疑 自家派出的是不是500精锐之师 遗憾的是营地里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 虽然增加了一些陌生人 可大多数还是他的领民 搞不清楚 那就懒得深究 外界认为是精锐 那就让这个美丽的误会继续下去好了 何况 传言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最起码下注了无数窥视者 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几百精锐士兵加一个拥有大地之熊的神弓手 能够发挥出来的实力 足以令无数中小贵族为之忌惮 截过了弓箭 哈德逊立即发现了不同寻常 普通弓箭以硬木和牛皮为主要材料 而这张精灵族的特质弓箭却是以神秘藤条和魔兽金为主材 搭建仪式 哈德逊惊讶地发现 自己近乎用尽全身力气 居然都不能将弓拉满 搜的一声响 箭矢居然在穿透两百米外的一棵大树后 又飞出十几米插进了一块巨石中 威力确实是杠杠的 可惜太过耗费体力 如此强度的攻击 哪怕是哈德逊开挂也放不了几箭 确实是好弓 可惜箭矢不怎么样 不然能够发挥的威力还会更大 哈德逊略显尴尬地感慨道 没有将弓拉满 绝对是箭矢质量的锅 不是他这个神弓骑士拉垮 那也很不错了 看来这张弓真的适合你 有他给你傍身 只要不给敌人近身的机会 纵使是大骑士也接不住几箭 好好培养大帝之雄 他是你最强的助力 只要他度过幼年期 战斗力就能够超过很多白银骑士 若是侥幸培养到成年期 你就是大陆最强的骑士之一 真要有那么一天 我们就可以重塑家族荣光 再次回到中等贵族之列 甚至有望像道尔顿家族一样 听了自家父亲的话 哈德逊无奈地发现他对幼熊寄予的希望 居然比对自己还要大 理论上来说 貌似也没啥毛病 正常情况下 大帝之雄光进入成年期都要两百多年 可只要舍得下血本 这个时间还是能够提前的 要不是可以催熟 魔兽生长周期那么漫长 也不会有人契约幼熟 恰好哈德逊选择的领地 又是适合短期内搞快钱的 被误会是为了培养大帝之雄 也没啥好奇怪的 没有人出来捣乱 那是因为越是高阶魔兽 想要提前催熟就越困难 需要用到的很多东西都不是钱能够买到的 在大多数人眼中 不等大帝之雄成年 哈德逊就会先一步领了盒饭 没有契约束缚的自由熊 可不会继续替科斯洛家族卖命 父亲 这个问题还是以后再讨论吧 当务之急 我们还是尽快赶往领地 恢复矿上的生产 哈德逊淡定地回答道 相比其他贵族 他有淡定的资本 粮食生产要一季才能够有收获 可采矿野铁只要恢复了生产 十天半个月就能够看到收益 盐 铁 粮食 布匹都是大陆公认的通印货 或许在价格上存在波动 但绝对不存在卖不掉的问题 莱特和怀顿两郡被祸害的厉害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要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领主们想要恢复农业生产 势必要采购更多 更先进的生产工具 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影响 铁器农具大规模代替传统农具只是时间问题 发财的机会尽在眼前 哈德逊可不想错过 嗯 不过领地那边 你就自己过去好了 凭借你神功骑士的名头 加上家族撕军的虚名 想来也不会有人想不开 贝里奥和瓜伦特两个倒霉孩子就不一样了 早早就丧失了父母 家业又被叛军祸害一空 现在对他们虎视眈眈的人可不少 要是家族再不帮衬着点 恐怕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死于非命 领地也会被人吞并 后面还要资助你的领地建设 我们这一支没有能力在前梁上给他们提供太多的支持 但武力支援确实必不可少的 我先带人过去看着 带你的两位兄长返回后 未来几年都会常住在淮顿郡 家族另外几个分支也会派人过去 在他们的司军培养起来之前 家族在淮顿郡的常住歧视不会低于八人 如果你遭遇麻烦 也可以过去求助 不过以你在东南行省的威名 想来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不大 雷德曼男爵一脸欣慰地说道 儿子有能耐 自己打了江山 不需要做父亲的操心 可是让他在一众老朋友面前捞足了面子 别看八名骑士不少 真要是和手握精兵的神功骑士放在一起 大家宁愿去寻八名骑士的晦气 前者打不过还可以跑 遇上了后者很可能没能晋身 就已经提前躺下了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 哈德逊自然不会有意见 享受家族带来的福利 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相互守望是科斯洛家族能够维系下来的关键 现在有同族需要帮助 自然不能做事不理 家族投放这么多力量过来 显然不是为了防备一众东南行省的贵族 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混 祖辈联姻下来多少都有些香火情 不会轻易破坏游戏规则 利益是一时的 名声却是终身的 想要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混 就必须要注意吃相 大家可以暗中布局谋划算计 慢慢地等待对方衰落 甚至绝四 却不能亲自过去下黑手 唯有不受圈子规则约束的圈外人 才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 只要不触犯一些禁忌 就算是吃相难看了一点 大家心理上也更能够接受 外来户本来就受排挤 也不在乎多上一笔 想要获得大家的认可 最好的办法还是靠拳头 将所有人都给打服了 受排挤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看着满载物资的车队 哈德逊的心情是格外愉悦 这还是处理了大量沉鱼物资的结果 否则根本不是百辆马车能够装下的 战争改变命运 这是亚斯兰特大陆最真实的写照 仅仅只是一场平乱战争 就让哈德逊一跃而起 从一名即将流浪的骑士 变成了一位尊贵的封地男爵 出发时的竹枪 蓝盾 现在都换成了大刀长矛 手持战锤 战斧的士兵也不在少数 很多人还背着一张弓 队伍也从最初的500农奴 变成了一支637名老兵 仅仅只是远远望上一眼 都会令人感受到寒气 唯一相同的就是 这支队伍依旧延续了归宿前进的传统 丝毫没有纵马奔腾的豪气